看看新闻网 现年32岁的孙丽 二胎产后的美美亮相 都精致到不行 这扮演了娘娘角色之后 孙丽果真是不一般了呢 所到之处气场都是大大的 不过在出席了一系列的 代言活动之后 孙丽也坦言 9月开始自己已经接拍新戏 而接拍的首部戏 依旧是扮演娘娘角色的 《芈月传》 其实《芈月传》是从 去年的年初 差不多就有定好档期 我本来以为我都拍不了 因为原来说是 六月五六月就要开机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 导演想把剧本调得更好 剧组也有要等待我的意思 所以等到了九月开机 后宫真宠 向来是无所不用其极 当真是防不胜防 2011年因出演《甄嬛传》 孙丽不仅获得奖杯肯定 从此生活当中 也是和剧中的娘娘角色 借下了不解之缘 先是首个蜡像 便以《甄嬛传》中 《皇太后》的造型亮相 其次在女儿小花的百日宴上 背景板上孙丽的卡通造型 也是娘娘造型 再加上这回的《芈月传》 看来孙丽是要将娘娘之路 进行到底了 只不过看惯了孙娘娘 哪天她要换个角色演演 怕是大家都会有点不适应呢 有了《西日地》 树也有专攻 上海采访不到 写访不到 有点不适应